我覺得蔡英文也沒什麼人了 原來主義的人很多 在這九回一大學都中箭落馬 你現在找這個 陳建仁出來做行政院長 陳建仁當時是推銷高端 推銷得多麼用力啊 高端被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高端的股價從一股30塊變成400 市值從30億變成800億 然後現在檢調還在查 他到底那個內線交易怎麼回事 好多奇怪的點 怎麼大家都不知道 你就會在那邊去買 然後就開重訓 然後股票就漲停板 沒有那些你會知道嗎 所以陳建仁變成你還笑 他們還笑郭台銘所以推銷BNT 你陳建仁才是高端的推銷員 另外鄭雲鵬在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他怎麼講 他說天主說要選鄭雲鵬 你這個太僭越了吧 你是什麼啊 神父都不敢這樣講 你神父敢這樣講嗎 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麼嗎 好 那就算上帝告訴你 那現在鄭雲鵬沒當選 那是怎樣呢 你不是褻瀆天主嗎 褻瀆上帝嗎 你把上帝的名譽放到什麼地方 你亂預測 然後現在鄭雲鵬落選了 那是怎樣 你告訴天主教的什麼意思呢 說上帝的預測是錯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這樣人當行政院長 這是一個 那鄭文昌更好笑了 對不對 論文抄襲 就是詐騙學位 你找一個抄襲詐騙的人 來幹行政院副院長 副院長管誰 副院長管教育部 行政院嘛 教育部管誰 教育部管台大 台大管誰 台大管國發所 國發所管誰 國發所管論文 這是什麼生代鏈啊 來鄉若 主持人剛剛講的是一個 那是一個 在心理學上 會被談到的 叫做共犯理論 共犯 什麼叫共犯理論 就是當大家都很爛的時候 互相看起來 就不是這麼爛 那大家都抄論文 大家論文都作假的時候 那個呢 自己就除罪化了 因為在我的群體裡面 我看你 你看我 大家都一樣 那就不是件事了 那個社會價值 就會在那個群體裡面 就瓦解 為什麼很多人要犯罪的時候 一定要 為什麼會有共犯 一定要拉人家一起入火 一起去幹一件壞事 那個是心理上面的 道德的自我赦免 這個在民進黨 現在的當權結構裡面 極為明顯 我們今天談兩個院長 剛剛談到 許忠利司法院長 司法院長很擔心 兩岸緊張之後 台灣的司法獨立會失去 對啦 這是有可能 政治如果很大的變動之後 司法主權是會更動 可是許忠利有沒有看一下香港 1997年之後的香港 一直到2009年 有惡意的境外勢力 去把香港搞爛以前 北京從來都沒有去動過 香港的司法喔 香港的法官審判的時候 一樣是戴著捲捲 假假假髮喔 裡面呢甚至於 香港的法院的那些 高階的法官 全都是陽面孔喔 他都沒有去動它 如果不是因為反中中 連反中中事件 香港說反中中呢 北京呢也基本上都忍著 如果不是香港發生動亂的 不會導致今天這樣的情況 所有的制度 兩岸之間未來 都是需要談的 你有沒有勇氣說 我們來談吧 這是現在的重點 但是你現在內閣要改組 蘇貞昌 我發自內心的 我對蘇貞昌是有點同情的 這樣子的一個敗選 大家拼命海蘇貞昌下台 好像就在蘇貞昌下台了之後 我們就已經檢討完了 我們就從敗選裡面的復活了 我到現在為止 我不太懂的就是說 為什麼王世堅 高嘉瑜 或者稍早之前的何志偉 會被許多的包裝成 好像是黨內的 有反省能力的力量 請問這幾位到底在反省什麼 他們幾個人 我從來沒有聽到 他們敢去質疑蔡英文 如果有人敢公開批評蔡英文 說這件事情蔡英文 要負最大的責任 其實黨主席是不夠的 你不可以在你旁邊 安插一些左右護法 意圖影響到黨內的檢討 如果有人發出這個聲音 我認為民進黨是有救的 但是民進黨很抱歉 今天只敢去點蘇貞昌 有什麼困難 今天民進黨裡面 反正蘇貞昌早晚是要下去的 2024年的大選要啟動了 所有的派系都在搶立委 搶不分區 蘇貞昌換掉對民進黨來講 是成本最小的更動 可是蔡英文不換的時候 換蘇貞昌幹嘛呢 老實講今天蘇貞昌下來了 上來的不管叫做陳建仁 不管副院長是鄭文燦或是誰 對我來講他的行政院長 接下去都是蔡英文 蔡英文提命自己當行政院長 看不出來嗎 蘇貞昌只要下來的時候 行政院長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親自統領所有的部會 準備了殺完2024 那才是這次內閣改組的爭議 其他有什麼意思 民進黨沒有在檢討什麼啦 只是藉著檢討 在進行派系分章權力鬥爭而已